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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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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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抱歉 我们降落的时候应该再小心一些 没关系 不必在意 灰狱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危险嘛 感觉和一般的垃圾场没什么不同的 小游 切不可掉以轻心 万事谨慎为好 嗯 就是啊 小布甲 没准儿 等会儿就会冒出什么吓人的东西呢 哈哈哈哈 灰狱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简单的 我们再往前走走看 小姐 有我来开路吗 嗯 往右走 呃 不 去左边看看 唉 都按约定给你们直播这次会预知行了 还不快点躺下好好休养 我们有在好好休养 坐着躺着也没什么区别嘛 不听话就不给你们看了 啊 这还差不多 你们 啊 什么 怎么突然这样了 这里位置太偏僻 信号太差 我们和外界失联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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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直接挂视频啊 是我们刚刚打骂了吗 受损零部件已扫描完毕 即将进入机械修复 近点儿 近点儿 这个时代修理店的技术可真是比未来粗暴多了 没有人机 是不是非能他们遇到危险了 我觉得不太像 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 要处理吧 你别着急 你 我们俩现在呢 分开是个半残废 合在一块儿 那就是一整个残废 又帮不上忙 为了他们一时顾不上我们 很正常了 嗯 还是没有信号 啊 这里不会真的就是个垃圾场吧 怎么哪都长得一样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可呼吁坐标显示的位置就在这里 哎 幕后黑手 总不会是在垃圾堆里制造出那些网络问题吧 飞轮快看这个 这是超世界用户的装备和暴能发射器 嗯 这就和辉玉那些传闻对上了 确实有不少人来过这里 并且舌在了半途 舌在半途 哼 那我更要来闯闯了 看谁拦得住我 老柔 小心别碰那些垃圾 嗯 还觉得来错地方了吗 我之前只是在河里的质疑 质疑说明了我在思考 思考才能接近真相嘛 鬼便 小心 嗯 白夜 啊 这是病毒数据 不快点听成的话 将不扩散至白夜全身 让我来 你还好吗 都是我害的 我太不小心了 我没事的 不必自责 看来我们脑出的动静太大了 将敌人吸引过来了 来了 才说明我们真的找对的地方 想伤害我们的伙伴 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 那就开战吧 暴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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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狂孝 神明狂孝 我太难了 哈哈 你们的攻击太拙劣了 熔岩护甲 太弱了 是给我挠痒痒吗 来吧 该轮到我了 满天飞鱼 哇 赢了 干得漂亮 打得很精彩 多谢夸奋 对我来说 只算热身罢了 通过他们体内设定的程序路线 我们便能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从未来过来 赵昭给我们的任务之一 就是保护飞伦和晴凤 可是看看现在 我们丧失了战斗能力 飞伦他们又拥有了新的伙伴 我们真的还没需要吗 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 空翼和巨人那么厉害 一定能比我们更好地保护飞伦他们吧 这样也就够了 不行 我要去婚运找秦峰 我要证明 就算我的实力不如巨人 你还是能够守护好秦峰的 我和秦峰的关系 无人能够取代 等等 就算你要阻止我 我也 我和你一起去 走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一个人出现了幻觉 还是我们刚刚真的进去过了 我们的确进去了 但是回到了这里 再试一次 这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回头的路也走不了了 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儿了 秦峰小友 冷静一下 准会有办法的 你也在担心吗 在找到办法进去前 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 我怕施灵峰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着急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听话 好好休养的 这是什么 这些有这个吗 这些有这个 我看起来是因为我刚才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 我看起来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 立方体升起代表树林升起 我们刚才没有拿到它 所以才会一直循环 但现在机关被触发了 原来如此 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 什么意思 工厂内部和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被困在了入口 还有这种操作 为什么会于入口 要弄个这样混淆人的假象 此中必有凶险 我们小心为妙 我见过这个 我母亲的资料中 永和这个很类似的魔尺岛 全部需要解密成功 才能离开这里 超时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岛 我还以为这个设计是弃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出现在这里 走 过去看看吧 我来带路吧 您看 倒计时 倒点了 会怎样 看看前任的下场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们得赶快了 变了 你们玩过推箱子吗 是不是需要推动墙壁 让突然全部显现出来 应该没错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 早知道就不说话了 随便碰运棋是行不通的 我们得选中正确的模块 这上面也没写该推哪个呀 写得很明确 它和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同步变化的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推理出 需要挪动几块墙面 才能让地面的图案完整显露出来 你们俩不用理解 听指挥就行 这块往前推一格 那往左拉 两格 我看出来了 是月亮 还亮了 这 这又是哪儿 怎么突然变成一片冰了呀 难道是众力平衡 好快 好快 别闪了了 快回来 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关卡 这是一个平衡机关 众力失衡会出现危险 空一 控制住他们 我们被激光包围了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我明白了 这是重力平衡坐标 必须让它移到稳定的位置 才能破解机关 请你指挥 你俩 在这里保持不动 空一带飞轮去那头 我们去反方向 不行 根本站不住 怎么会这样 一定要想办法定住这个坐标 明明设置了规则 却不按规则进行 怎么感觉像是有人在原本的关卡上添加了新的障碍一样 军队 空一 白夜 你们准备向地板全力攻击 明白 快 快 我坐标跑 又要出来了 继续前进 不好 倒计时只剩下三十秒了 那有个传送门 我们得抓紧时间过去 走 这鬼地方 不会突然窜出什么来吧 时间紧迫 我们速战速决 准备战斗 不就是人多吗 我怕你们 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竟然能复活 时间不得人 快 解决掉他们 全力冲向传送门 爆裂冲击 爆裂冰凶 爆裂冰凶 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病毒 这里被人刻意植入了病毒 怎么回事 时间快到了 突围 去传送门 绝人快救我 救命啊 先持住 白燕 带我上去 小心屏障 走 走 坍塌停了 我们没事了 刚才谢谢你了 树林 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不 我想我们是到了摩石岛的终点 终点 好哎 终于通过摩石岛了 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这什么情况 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吧 一会儿落叶 一会儿冬天 一会儿春天 这岛可真神奇 什么季节都有 什么季节都有 一 你怎么了 就算成功了 他也好可怜 谁啊 这个小人 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 不停不停地闯关 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 他一定觉得很孤单 我们不难过 妈妈向您保证 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谜游戏 那里会有日月交替 会有四季的变化 好 我马上就来 十日月交替也好 四季变化也罢了 根本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 陪伴 他根本就不懂 我说的不只是小人 还有我自己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 他竟然记住了 这里是灵灵 这段影像 是封印灵图全线前紧急录制的 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 超世界里负责安保的那台超级计算机 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 诞生出一个名为灵图的自我意识 它以AI机器人的形态存在于超世界中 灵图吸收了太多人类的负能量 对人类充满厌恶和憎恨 要是方神不管 必定会对超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威胁 所以那个幕后黑手就是 灵图 我不确定拿到彩蛋的你是谁 但我希望是我的女儿 依依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 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 把他们拼成该有的模样 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 得到他们 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 妈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妈妈始终都相信你 这座魔石岛 原本是想作为礼物送给你 但灵图的成长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只能留下这段录像 请一定阻止它 迫在太空 这里原来就是灵灵设计的 难怪有这么多灵异擅长破解的关卡 然后灵图霸占了这里 为阻止外人进入 就在关卡上又添加了障碍 原来如此 那我们接下来 我当然是继续往前走 按照妈妈说的 拿到变形晶片 阻止灵图的阴谋 妈妈 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称呼它 不止你 还有我 何清风 我们一起 消灭灵图 维护超世界和平 没错 灵灵 屏蔽装置 原来你早就开始防备我 好 你等着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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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